大家好,我知道我们的感喜包子下台的这种心理的焦灼已经到了极点了 很多人都hold不住了,很多人的心里都有点崩溃了 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有信念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靠信念活着的 我们关于包子里滚蛋的这个信念还是个小信念 有一天我们还要死呢 死了以后那就一了百了了嘛 你得对死之后的生命图景有一个期待 那才是真正的大悲伤 那才是真正的绝望之处 在绝望之处有希望 这才是人生 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保持伟大的信念 这才是我们的生命质量 我看到有些人在恭喜,说细胞子看样子应该要下台了 然后国内的那些父老乡亲就觉得以后我们还是有点日子过 等习主席下台了,我们又去广东打工去吧 是吧,又去浙江去找事干吧 是吧,又开始做外貌吧 真的就这些话都是稀松平常的一些话 但是我听到了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哭我 真的,我这个人 情感性的人,感性的人 真的是不容易啊 因为我太了解中国的底层老百姓那种绝望的样子了 如果真是细胞子要粘刃的话 那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还有一些个,我看见有个国外的一些个平时日子过得上好水好的人 也说,哎呀,习近平常下台了呀 完了以后,下台了以后,我就可以回去去看看这个亲人了呀 我就可以去回去吃中国菜了呀 吃重新火锅了,都是一些很具体的生活感受 但是呢,是如此的具体 所以如果细胞子真的粘刃的话 是一个真的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我至少我这代人不敢想象 像我这种人出生这么低微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 我说我不是祖宗八蛋,挖不出一个小科长 没有,全是农民 你说如果没有改成一个改开的时代的话 那我这不是早知不知道脑成啥样啊 说不定还在不在都是个问题 都死了,穷死了 真是,就是因为有改开嘛 所以我们遇到了好多次机会 又不是我说共产党的好话 共产党肯定不是个东西 但是共产党也是人的,是不是 他有的时候也能做一两件稍微相忍的事情 所以我们赶上了呗 所以我觉得中国人呢不要那么缺德 我觉得真的 你应该为中国的苦难的老百姓去多祷告 去用中国人的话要多祈福 希望他们过点好日子 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不好这件事情 比共产党稀包子垮不垮台这件事情更重要 明白了吗 所以我刚看到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还是墙内的 写的很好 他就讲洗刀子这个人他为什么不能碾人呢 原因只有一个就一个 但是他写的时候呢 画了很长的文字来去表述 但是最后写到最后就只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非常的能说服我 所以我赶紧跟大家来分享啊 给大家再打点气 他奶奶的打点气啊 不容易啊 他妈的活着不容易 是不是 他说第一点 还在高调吹捧习的 还在高调吹捧习这件事情 是不是意味着习包子的大权被夺走 都是传闻呢 他说No 不是的 华国锋交出十全后半年多 围绕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的口号还在喊 华国锋还做了三万多字的报告 那么习在二十大做报告也是极有可能的哦 华国锋的模式和今年又很像很像啊 也是四而九实际大权交出了以后的半年 仍然没有停掉宣传 这是个年纪上年纪的人 我都不知道 我跟你说 嗯说的很好 而且我也说过了啊 可能会按照花花锋的模式去处理习近平 有人表扬我了啊 说我这个分析很对 第二个问题 习包子的权力移交了多少呢 党权8月17号你去深圳拜邓小平的那个时候就表明党的权力完全交到了李克强的手上 军权9月21号军改会议不提2442不提效忠口号不提强军思想表明军权也已经被夺走了 4月29号以后政权啊 是有很好的经济学的尝试的训练 但是人在这个时候他有那么多就是有那么多的历史他就一屁股站在习包子这边开倒车 牛河这个东西啊你最好是把它千刀万剐 哎呀外交 5月份清俄的这个外交部的部长 乐于成被调离 清俄的路线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全面调整 最近一直在强调亲美 所以说 包子这边的外交的权力也已经旁诺 哎这个东西 我说过了吧我做过节目了吧是不是 然后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 就唯一的一个还在履行他的职责的职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这个职务 第三习目前到底处在什么状态呢 除了国家主席这种象征性的权力之外 其余的大权都已经被剥夺 言论自由也已经受到限制 证据就是8月17号以后 习的发源都是限定的稿子 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出些活动也基本上都是合一 没有一次视频餐会或者祝贺视频 基本上都是写信出书发文章 不能通过心路面对证明习大权在我或者反扑成功 毕竟华和风也曾经配合着表演 四 怎么看到2442 为什么还在有人喊 8月份之前喊的人会上的多 但是自8月16号以后 喊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审计常委会至昨天喊和不喊的比例为各自一半 挺有心的统计了 他说还在喊的基本上都是绑得太紧没法切锅的人 比如人大常委会的一战书 还有这个王沪宁 中纪委的赵乐际 组织部的陈希 宣传部的黄昆明 天津的李鸿忠 以及这个公安王 王小红吧 是吧 但是习的党羽中 习的马仔中不喊的人也有啊 哪些人不喊呢 丁学祥不喊 广东的叫李什么不喊 北京的什么蔡书记不喊 上海的李书记不喊 湖北的王书记不喊 西藏的王书记不喊 贵州的这个什么盛书记不喊 山东的李书记也不喊 摇摆布丁一会喊一会不喊的也有啊 两个人 重庆的陈敏儿一会喊一会不喊 河南的楼书记一会喊一会不喊 都说的比我们观察的清楚 是吧 2442本身是政治战队的口号 两个确定 是6种全会定例 在没有7种全会全面否定之前 喊2442是没有违背党机的 虽然政治局的会议8月9号已经没有2442了 但这些只是政治局的态度 而不是全会级别的待遇 懂共产党的套路 所以我们与其关注那些死党还在喊2442 不如关心整体的比例的变化 关心有多少人已经改口了 5 能上能下到底怎么一个解读法 事实上2015年版 确有需要可以延迟退休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 任期 连线 认知的连线一般不得延长 有这样的话 已经默认了 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连任的 特殊的情况下的连任并没有违反党规 是可以服务中立 其他人如果有情况就必须做出特殊的贡献 然后这个特殊的贡献只能用习近平来做 这就是收复台湾 统一中国 2018年修宪之后 三位一体的连任已不存在法律和党规的障碍 只要实现台湾的统一 连任就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原本普京和习近平计划配合两线作战 联俄抗美 没想到普京太拉垮了 闪电战失败 然后就灭掉了西包子统一台湾的幻想 8月19号的第二版规定 是执行北戴河西侠台的意见 所以新版删除了特殊情况这几个字 彻底在法理上消灭了连任的可能性 这段话听懂了吧 两个意思 三个意思 第一 以前连任有一句特殊的 以前关于是否连任 他有这么一个表述 就确实需要可以延迟退休 任期连线 任之连线 一般是不得延长 但是呢 确有需要 是吧 特殊情况下可以连任 是吧 这是一点你必须记住 所以为什么这个王岐山 他都退休 他可以出任国家副主席呢 他出任国家副主席是搞外交的 他是属于特殊情况 却有需要 因为王岐山和华尔街的人懂 他有这么一个东西 这是2015年的这个 叫什么党章规定 党章规定 所以呢 西暴自己想还是利用这个东西呢 就玩一把 就制造一个特殊情况 这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打台湾 统一台湾 就这个东西结果没搞定 是不是 俄罗斯败了 他这边也不行了 这是第二点 是吧 特殊情况不存在 那接下来呢 土工的高层的深层政府的 又意识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819的第二本的规定 不 2015年的这个规定 有问题 有人想 有人会利用这个东西搞事 给党造成巨大的不稳定 于是在今年的8月19号 在北大河的会议上 就把这个规定就拿掉了 拿掉了 这个 对对就拿掉了 所以现在的党章的新版 是没有特殊情况 这个说法的 于是在法理上 在制度层面 彻底消灭了细胞子连任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很有意思的 基本上我现在跟男 这个 说的很清楚了吧 所以我说过一篇文章讲清楚 我的十来分钟我把它念完了 细胞子铁定不能粘人 不能粘人 从字面上看 是三个原因 但是总之总而言之就一个原因 他没有跟普京两个人联合起来搞事 然后没搞成功 普京也没搞成功 他这边就更不可能成功 然后呢 反习就沉积把这个所谓的特殊情况的这个词 就把它给从党章里面就拿掉了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所以呢 两个三个感叹 第一个感叹呢 就是中国的可怜的老百姓 估计接下来几年啊 至少五年 有的日子过了啊 大家努力 大家呢 承担生活的重量 一定要去努力赚钱 养家糊口 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曾经反复说过一句 平常的话 生活是一副重担 每个人得自己扛 但是这句话是有前提的 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稍微要开放一点 要透明一点点 否则你再扛也扛不过 是不是 没有办法 你理由不带 知道吧 这句话很重要啊 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关键时候还是台湾人民救了中国人民 真的 关键时候是台湾人民救了中国人民 如果台湾这边的话没那么强大的话 如果全世界的这个保卫台湾的决心没那么强大的话 我们这些人跟着遭殃 所以以后在中国的那些个韭菜啊 不要再骂台湾的 有台湾在台是台湾的父老乡亲跟你们中国的这帮可怜巴巴的奴才 撑起了一片呼吸的天空 让你们有那么一点点牙缝可以呼吸可以吃饭好吗 最后一点啊 就是细胞子肯定滚蛋 大家不要学习 一定要继续造调长谣 一定要继续撸袖子 细胞子撸袖子 我们也要撸袖子 一定要把它轰下台 轰下台以后 我再就做节目 我告诉大家怎么怎么这个什么承担生活的重量 怎么去赚钱啊 好吧 谢谢